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正在向水敬献元宝 童子身着绿底花卉长卦和粉库 脚汤黑靴 长卦胸前和身后各有一块骨子 其间有海水和岩石的图案 寓意海水江崖江山永固 骨子是中国清代官服上所坠的布 骨子上的图案因官制不同而有所差别 由此看来 这件瓷壶上的铜子装束与清代的官服十分相像 据玉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介绍 这件瓷器实际上被工匠巧妙地设计成了一把壶 童子手里托着的元宝大有玄机 仔细观察 元宝底部有一个小孔 上面用一片绿叶覆盖 其实这就是湖口 人们可以从这里注水 整件器物的最高点是铜子头顶的坝迹 坝迹下有一小孔 这里被设计成湖嘴 湖中的水可以从这里倒出 这件铜子献宝壶的造型 让人不禁联想到中国唐宋时期制作的人物造型瓷壶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 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行窑人形瓷壶 壶高十厘米 它出土于河北省唐县 此虎通体诗白诱 湖上的人像头戴高官 身穿娇领衫袍 盘腿而坐 其五官及须发处略识黑彩 他正用双手展开书卷 全神贯注的诵读 人像的关顶处开有一口 为湖口 可以向内注水 北京首都博物馆 也收藏有一件中国北宋定瑶白诱童子宋经湖 湖高二十七厘米 湖上的童子 头戴莲花扮士官 身着对筋长袍 双手直书捧于胸前 神态安详 工匠在童子的关顶处 开有一圆口 这就是湖口 书卷上端也开有一长方形口 为湖嘴 设计十分巧妙 专家认为 中国唐代行妖人行湖 以及北宋定瑶白诱童子宋经湖 表现的很有可能是茶圣陆语的形象 那么这件清代粉采童子献宝湖上的童子形象 又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呢 中国古人十分看重多字多福 童子形象也因此成为瓷器上的吉祥土案 到了中国清代 孩童西系已经成为瓷器上一种城市化的象征图案 寓意喜庆太平 这件清代粉采童子献宝湖 双手持元宝 有吉祥富贵 财源广进的寓意 此外 童子身着清朝官服 还象征着家官进爵 财禄双全 专家说 这件粉采童子献宝湖的用途与普通的湖有所不同 这件粉采童子献宝湖 它应该是文方四宝里边的一件文具 就是古代都是盐墨 在盐墨的时候可能是注水的一个小湖 古代盐墨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上边是比较好的墨 下边是个盐墨 盐墨它都要用水才能盐出来 而且还不能太多了 所以这个小湖倒水 倒的不是很多 就是一滴一滴的倒 所以说它盐墨盐的就特别好 这件童子献宝湖是中国古人盐墨时使用的注水瓶 又称为燕笛 中国历代燕笛的造型多种多样 有花鸟虫鱼 飞瓶走兽和四季瓜果等 燕笛往往做的都比较精巧 文人们既可以用它来注水盐墨 又能在闲暇时把玩 燕笛的材质除金属 玉石和玛瑙以外 大多为陶瓷之地 中国浙江省博物馆就收藏有一件 南宋时期的龙泉窑船型燕笛 其造型生动有趣 通体右色轻立可人 被誉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玉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童子献宝湖 则是清代流行的文采瓷器 专家说 在清代这种身着官服 单膝跪地的童子造型壶并不多见 因此十分珍贵 这件粉彩童子献宝壶 幼稚盈润 人物造型生动 是一件中国清代粉彩瓷器的佳作 专家说 这件器物不是预先本地烧制的 它很有可能是中原地区窑场的产品 粉彩瓷器是清康期晚期受发廊彩瓷器 制作工艺的影响 而创烧的一种右上彩瓷器新品种 所谓右上彩 就是在烧好的素气右面上进行彩绘 然后再入窑烧制 粉彩瓷器在彩绘时 工匠先用寒深的玻璃白打底 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 由于深的乳镯作用 玻璃白有种不透明的感觉 它与各种色又相结合以后 便产生粉化作用 红彩变成粉红色 绿彩变成淡绿色 黄彩变为浅 给人以粉润柔和之感 粉彩瓷器由此而得名 这件铜子献宝壶的主色调 是浅粉色和淡绿色 显得清新自然 雅致秀气 除了铜子献宝壶以外 玉县博物馆还收藏有一对 中国清代的粉彩花卉文盘 它们色彩卷雅 做工精致 画工在两件瓷盘上 用深粉 浅粉 深绿和浅绿等色料 描绘出 牡丹 莲花 菊花和梅花 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有趣的是 两件瓷盘上花卉的开放程度 并不相同 这件是含苞带放 另一件则是吟风怒发 专家说 清代的粉彩瓷器 在玉县发现的并不多 这表明 粉彩可能不是 玉县一带窑厂 主要生产的瓷器品种 现在窑口 以磁州窑系为主 像著名的 有磁窑钩 还有增加窑 这几个窑从辽阳间时候生产 一直到现在还在生产的这种粗瓷器 但是像这种粉彩的工艺 不是宇县生产 这件东西应该是外来的 玉县古称玉州 有14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华北地区 通往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等地的交通要道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中国古人开通了八条 穿越太行山的道路 史称太行八行 飞狐古道也称飞狐域 就是太行八行之一 它位于河北省玉县和莱园县之间 是一条长七十公里的山间峡谷 清代以前 飞狐古道是一个著名的军事要道 并军事要色 在这里古代曾发生过多少次重大的战争 进入清代以后 由于实现了内外一统相对合同的局面 是飞狐玉县丧失了它的军事功能 而反而在这个时候 这一条战道就变成了一条著名的商道 玉县毗邻山西 在中国清代随着晋商的崛起 从飞狐古道北上南下的商人也开始多起来 南来北往的客商和运输货物的罗邦成群结队 穿行于飞狐古道 商人们从华北平原通过玉县飞狐古道 运往赛北的主要有南方的丝绸茶叶 还有津津地区的日用百货 商队转身南下时 带来了赛外的动物毛皮 牛羊肉和奶制品等 经过玉县时还会带上当地产的煤炭药材和小米等 玉县因此称为南北物资的集散地 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聚集在这里 带来了各地不同的文化 这一幅玉这条古道呢 它是连接中原文化和北方蒙古文化的一条 非常重要的一条坑道 这间文物呢 也可能就是通过这些 非常繁荣的这种商贸文化 就是流通到雨县来的 而且在当时呢 除了许多的在操作官的一些 官方人家 也可能是由他们带的雨县 由于地处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玉县保留下来的文物有很多 玉县博物馆现藏文物五千多件 这件青粉彩童子献宝壶就是其中的精品 中国河北玉县博物馆收藏的这件 青粉彩童子献宝壶 造型生动 设计巧妙 它不仅体现了中国清代工匠高超的瓷器制作水平 还记录了一段太行山下南北文化交流的往事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了您 那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